这几天大家心惊胆跳的是 强冠公司全统香猪油的产品 爆发了是用收水油提炼而成的劣质油 而依然共有7家食品业者使用该油品 卫生局也缤纷四路全面击查下架 强冠公司的全统香猪油爆发 以收水油提炼而成的劣质食用油 引起了消费者恐慌 卫生局今天早上缤纷四路 前往县内7家使用全统香猪油的食品业者 来进行击查 并且贴上封条全面下架禁止使用 新月份进的量是180桶 那现在它剩下就是剩下35桶 所以它就第一时间全部都把它回收 再下架在这边 所以先前的是用完 对它先前它跟它接触是 大概跟它进货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它能够在第一时间 先通报我们 主动通报我们县市卫生局的话 那让我们知道它的量的话 这个整个统一的财法 这边会有另外的一个 中央会有另外的一个指示的办理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在第一时间 先针对它的所有的产品 做封存的动作 现在总共有几家大概量的多少 目前我们宜蘭县 由强贯企业有限公司提供 有买到它的油品的业者 我们有七家业者 那七家的业者主要的分布 就是有南北货的业者 那南北货有两家 那如果是一些食品原料的业者 有三家 那一家就是另外一家是我们的 这个普肉店 另外一家是我们的有一家的烘焙的面包店 所以总共我们县内分布有 用到强贯企业有限公司 这一个全筒香猪油的业者 我们是有七家 使用黑心油的县内食品业者 也大喊晕妄 强调他们也是受害者 并且表示在货之是黑心油之后 就马上停止使用 以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我觉得我们是要对消费者负责 所以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有检验证明 我们才用 那这边有切结书 他跟我等人看说他没问题 我才敢用他的东西 那今天出这种问题 说真的我真的是很无奈 当然对消费者我很抱歉 这一块真的是 我自己都很紧张 我连我自己去 没有地方吃东西 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有疑慮了 我们自己就会怕 别说我们自己做这个行业 我觉得应该要对消费者负责 以来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道